請林部長 文言好 部長早 部長這次我們放了兩天的颱風假 停班停課 那其實這幾天 其實網路上或是媒體 一直在討論說 颱風天的時候 到底醫院要不要放颱風假的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部立的醫院的做法是什麼 部立醫院 其實我首先要跟委員報告 對這三次的颱風 我們所有的醫護人員 真的犧牲他們自己 然後為我們全國民眾健康把關 致上最大的謝意跟敬意 那目前這個颱風假 醫療的部分 根據醫療法 它是在急診跟住院 是要派出這個醫師人力 但至於這個門診 我們希望各醫院 在考量這個醫師人員的人身安全 以及這個需求 因為有些門診是有需求 像有些慢性病是不能停藥的 所以洗腎也在門診部分 這個作為的取捨來做妥適的安排 好 來就像部長你說的 我們以27日這個風雨最大的一個時候來看 其實臺北的醫學中心跟一些大型的醫院 它其實都已經停止一般的門診 那它有開例的是颱風的這個特別的這個門診 那急診跟住院當然還是有存在 好 但是台中來說呢 其實這些大型的醫院 它都是維持正常的一個門診的 那以往這個會放颱風假的這個中榮 它這一次也是維持正常的一個看診 其實我認為說這個病患的一個權益 跟這個我們這個醫護人員的一個這個權益 其實是可以互相去兼顧的 那但是我們現在搞得好像一國很多制 台北的這個狀況是這樣 那台中又有另外的一個狀況 那我是想要問說 衛福部針對這樣的問題 有沒有去思考過 要怎麼樣全面性的去做一個規範跟管理 這個基本的 剛才就跟委員報告了 這個急診跟住院一定要維持 那門診的部分就各醫院還是自己去看 他各醫院的情況 因為是慢性病 有些真的是已經要到了 那或者是這個有些部門呢 在門診還是需要 我覺得做一個原則性的宣誓就可以 那還是讓各醫院自行去做處理 所以未來還是會有一國很多制的狀況 那好 我們就討論到說 台風天去上班 如果說遇到植栽 因為現在我們醫生也沒有牢基法的一個保護 所以如果醫院他沒有去負起這個責任的話 如果在這樣的時候受傷了 其實醫生他就要賜自己 要自己負起這樣的一個責任 那上次協商的時候我們次長有提到說 現在衛福部因為要109年才會納入這個醫師才會納入老基法 你們現在的規劃是這樣 好 那有先要說要讓醫師先試用旨栽的一個保險的部分 那這邊的法條有出來嗎 還是你們現在有其他的想法跟做法 有 跟委員報告我們目前是108年9月1號納入 那目前當然等一下請石市長跟他報告 我們如果真的有必要這委員多支持的話 這個可以提早納入這個植栽的部分的保障而已 我想這個法條也有在眼裡 市長 來 有法條嗎 還是你們有要用其他的方式 跟洪委員報告 在上次這個膽團協商之後 我們就已經把這個我們打算要修正的醫療法57條之一之二之三的草案 已經送到各黨團的委員辦公室了 所以我們已經有初步的條文 那最主要是第一個57條之一修正了 那麼醫院必須要跟這個醫師訂定工作規則 工作契約裡頭要有一些相關的規範 那麼包含了剛剛提到的有一些退休金的制度啦 有一些立休假的規定 那第二個57條之二呢 就是職業災害的這個保護呢 就准用呢這個勞基法的規定 是有這樣的文字 來 市長 所以你們現在還是打算要修醫療法 在還沒有納入醫療法之前 我們可以 還沒有納入這個勞基法之前 我們先修醫療法是可以的 好 來 所以我今天可以更確定說 你們這個部分是要用醫療法 先去做直哉的一個保障啦 好 這個是你們說的喔 因為上次協商的時候 其實我們後來其實各委員有提供意見喔 是不是說先用什麼其他保險的方式來先做一個處理喔 那表示說這個意見你們基本上沒有要要採取啦 還是要用醫療法喔 那這部分我們後面再做討論啦 那我再來要問的是評鑑的問題 在9月20號是不是有召開一場叫做106年醫院評鑑基準草案的一個交流會議 跟委員報告 我們一共召開了在我們修訂評鑑之前 在7月份就開了兩場的交流會議 然後在我們草案出來之後 在9月20跟23又召開了兩場的交流會議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喔 你們在這個明年的這個評鑑喔 是不是有打算要把醫院的這個人力配置的這個標準喔 包含護病筆都拿掉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9月26號有在召開研修小組的最後一次會議 那有這樣的共識 第一個我們這一次修訂的醫院評鑑基準 是適用在區域級醫院跟地區級醫院的評鑑 那麼在除了護病筆之外的所有醫事人員的人力條文 我們把它整理完之後 對照醫療機構設置標準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我們才會從評鑑條文裡頭把它拿開 然後用持續性改容持續性監測指標每月監控 然後交由衛生局去做查處 那麼至於護病筆的部分我們會保留 護病筆會保留 等一下你剛剛講了一大串 所以簡單的說護病筆之後在評鑑裡面 到底會不會繼續存在 你可以比較簡單的說嗎 護病筆會存在 會存在 不管是你剛剛所說的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或者是醫學中心都會有 都會 好 所以那個是謠傳 之前的這個新聞是謠傳 不知道是不是謠傳 我們還沒有公告 OK 好 因為這件事情 因為你們之前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當然外界就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那你們新聞稿也在回應說 為什麼要用就是線上登錄這件事情 那你們回應說因為一直就是外界一直質疑說 醫院的評鑑會有這個資料的一個造假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們改成這樣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是覺得蠻納悶 如果說我們都懷疑說這個評鑑這麼深入的一個就是 一個調查的時候 如果這樣都能夠去每話數字都可以去做假 那你用這個網路的一個線上的一個登錄 到底有沒有用 所以這是我的一個疑問 好 那今天這個醫測會的一個 預算解凍報告喔 在969頁的地方喔 這邊也有提到說要爭列外界關注的議題 那包含了護病比跟住院醫師公式啦 那我今天確認喔 如果說未來護病比這樣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人力資源的一個指標還是存在 那OK 但是如果你們有要把它拿掉的意思 那我是認為是萬萬不可 因為這是這個人力資源是這個醫院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喔 非常不能安全都是看這個指標 所以在這邊再一次的叮嚀喔 不然這樣的就是政策 跟你們現在這個醫測會的這個報告 又相違背了 那再來喔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喔 就是我們剛才在討論的就是 醫師納路勞機法喔 之前有提出了十大的一個配套措施 當中有一個大家比較有疑問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比較有共識的是 專科護理師這個政策喔 那目前的專科護理師 一個人數跟未來的規劃 大致上是怎麼樣去安排 跟委員報告 目前有辦理直登的專科護理師 大概在5700名左右 這中間將近有56%是登記在區域醫院 30幾個%是在醫學中心 不到10個%是在地區醫院 那麼所有的專科護理師的來源呢 就是由護理師 那麼經過一定的時間的精之力 那麼以及訓練之後 才取得專科護理師的資格 那麼所以在未來呢 醫師納路勞機法 那麼需要增加一些醫療的輔助人力上呢 我們是除了專科護理師 繼續培育之外 也希望多一些其他人力的來源 好 所以其他人力的來源 包含了一個叫臨床助理對不對 是 好 那當然臨床助理這個大家爭議比較多 當然在你們的規劃裡面是講說 他要協助醫師去執行醫療的服務 跟相關的行政作業 就有些paperwork的東西 要請他們來做 好 那當然很多的資方代表就出來 鼓手叫好 說這個醫師助理非常好 很支持這樣的政策 當然有一些基層的一個醫師跟這個護士呢 他們就非常的反對 我想要確認一下 臨床助理跟外界所說的醫師助理 市長你有跳出來說 就是都是一些謠傳 那你可不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清楚去說明說這兩者的一個差異 在這個我們專科護理師呢 他是依據護理人員法所設立 所以他還是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獨立職業能力 那麼也可以當作負責人 但是如果是未來我們立法通過的這個臨床助理呢 就只能夠值登在醫院 而且是在醫師的監督下來執行醫療業務 所以不具有獨立職業的能力 好 那所以跟我們這些 就是資方的一些代表跟醫界的大佬 他所說的醫界助理 到底跟你的臨床助理的概念是一樣的嗎 我不曉得他們的認知是什麼 但是我們的政策是很清楚 你的政策是很清楚 所以這個是衛福部未來想要推的 那財團想推嗎 我們是為了在納入勞擊法之後 第一個衝擊是到住院病人的照顧上 是會遭受到最大的衝擊 所以我們必須積極的來補充在醫院照顧方面的人力 我最要說的是這個臨床助理其實在目前 在醫界的討論其實是非常多爭議的 那專科護理師是相對比較沒有爭議的 那如果說沒有爭議的部分 我希望說衛福部這邊大力去推展 那如果有爭議的部分 也要盡可能去做溝通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基層的人員 是會覺得說這樣的一個政策 是不是在幫醫院節省成本 那是不是讓密醫合法化 那這些都是大家的疑慮 所以我這邊今天再特別提出來 希望針對這樣有疑慮的方案 衛福部要再跟外界多做一些溝通 跟解釋 我們繼續溝通 謝謝委員的指教 謝謝委員 謝謝洪委員 謝謝洪委員